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介绍的是12年国教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数学的课程纲要 对于本次技术型高中数学课纲的制定 将分为以下六部分进行介绍 第一章节 12年国教新课纲改了什么 第二章节 素养导向教学与评量是什么 该怎么做 第三章节 行政配套有哪些 第四章节 议题如何融入课程设计 第五章节 跨域学习 数学与一般科目怎么跨 数学与专业科科目怎么跨 第六章节 总结 第一章节 12年国教新课纲改了什么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总纲 本于全人教育的精神 以自发 互动及共好为理念 强调学生是自发主动的学习者 学校教育 因引导学生开展自我与他人 社会 自然的互动能力 并愿意致力于社会 自然及文化的永续发展 共谋彼此互惠共好 从九九课纲到新课纲 可发现仍然重视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 但是更强调核心素养在专业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数学课纲也依循这样的原则 进行提纲窃领的规划 12年国教总纲 以核心素养为课程发展主轴 核心素养是指一个人 为适应现在生活 即面对未来挑战 所应具备的知识 能力包含技能与态度 关注学习与生活的结合 透过实践例行 而彰显学习者的全人发展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从总纲的核心素养 到数学领纲学科素养的转化 在自主行动面向 培养学生具备学好数学的信心与态度 发展个人潜能 并能自主学习 将现实情境的问题 转化为数学问题的能力 既能探索、拟定与执行解决问题 也能从多元、弹性与创新的角度解决问题 更活用于现实生活 在沟通互动面向 培养学生能辨识问题与数学的关联 精确地使用适当的符号 去描述、模拟、解释与预测各种现象 以数学思维做出理性反思 批判及反思议题 并能借由绘图操作 使学生涵养对艺术之欣赏 借由日常情境中 自然界的图像与媒体的视觉 从中了解数学的关联性 在社会参与面向 与各群科专业科目教师充分对话 除了强化国中内容外 对于繁琐的数学计算予以弱化 而在课程内容的架构上 尽量让A、B、C分版 在十年级的学习内容 采用最大共同交集原则来编排 数学A版本 一开始衔接并强化国中学习内容 包含数线、绝对值、平面坐标系、线形函数、二次函数 考量学生学习负担 删除了三角函数的后三个函数 Cotangent、Second、Cosecond 元与直线删除过元外一点的切线计算 向量则整张节删除 在几率与统计部分 删除了信赖区间 百分位数、P、R值 数学B版本 考量学生学习负担 直线方程式删除了两点式 三角函数删除了Cotangent、Second、Cosecond 元与直线删除过元外一点的切线计算 数列与极数删除了无穷等比极数 唯一在数列与极数新增递回概念 希望学生能试着由题目找出数字间的关联性 不要只着重于公式的计算 在方程式单元 一学习脉络导入一元一次方程式不等式 一元二次方程式 即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而排列组合删除环状排列 重复组合 几率与统计删除信赖区间 百分位数PR值 二次曲线和维积分及其应用 两个章节则全部删除 数学C版本考量学习脉络 在无理数运算之后导入算级不等式 在介绍完绝对值后导入绝对值不等式 并在学生学习二次函数时强化配方法运算 且一学习脉络导入二次不等式 此外在向量单元一导入科系不等式 将复数单元打散 在世的运算解方程式后 自然地介绍须根 以及复数的四则运算 将直线与原两单元合并 并在学生学习原方程式时 再次强化配方法运算 弱化排列组合单元 删除环状排列 重复组合 二项式定理 三角函数中的合角公式 三角测量一至十一年级 并于教授完合角公式后 导入复数集式 集坐标 复数集式的应用 二元及三元一次方程式 一至十一年级 数列与集数一至十年级 在学习三角函数合角公式后 依学习脉络导入复数平面 集式的应用 并且弱化复数单元 删除地美幅定理 复数方根 此外 因应工业类各群科技砖院校所需之数学能力 增加空间向量 矩阵等单元 且在空间向量单元介绍三阶行列室 同时考量学生学习负担 删除几率与统计 并将二次曲线中的元一至十年级 第二章节 素养导向教学与评量怎么做 素养导向的学习除了知识能力之外 也包含态度的培养 并能结合生活情境及其他领域问题思考策略 目的是让学生拥有带得走的能力 能够将所学应用于日常生活 素养导向教材撰写的核心想法 在于来龙去脉的建构 透过现实情境脉络 语言故事或数学史引入教材 营造数学学习需求 教材应营造生活 历史或是数学的情境 让学习者认知到特定数学知识发生的脉络 或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 前面提到新科纲核心素养 有三面九项 以下就沟通互动这个面向的 B3艺术涵养与美感素养 如何时间在教学现场举例说明 也就是如何将日常生活情境中 自然界的图像 利用几何图形与曲线之变化的绘图操作 培养学生具艺术涵养之欣赏 创作的能力 在设计素养导向教学时 首先先思考 真实的情境脉络在哪里 可以怎样利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 在此例题中 利用红 橙 黄 绿 蓝 电 紫 七种颜色的其中三色排列作为猫跳台的颜色 因此 可以利用数学的方式 先把所有可能的情况先排列出来 再来决定哪三色的排列是他最喜欢的设计 因此他利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了设计的问题 并对于美善的事物进行鉴赏 符合核心素养 B3 艺术涵养与美感素养 猫房设计事例对应到直线排列的学习内容 希望从中培养学生利用数学的工具或符号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实作中体验到数学的价值 并且对应到核心素养术 B3 藉由日常情境中的图像视觉 涵养对艺术之欣赏 并从中了解数学的关联性 学习评量除纸笔测验外 可配合单元学习目标 适度结合其他领域 涵盖完整的能力层次 评量可采用实测 讨论、口头问答、随堂测验、作业或分组报告等方法 实作评量、档案评量等多元形式 并应避免偏重纸笔测验 进行素养导向纸笔测验命题时 应包含素养导向试题 也应保留评量重要知识与技能的试题 但应尽量避免机械式技艺与练习之题目 此外,也要运用跨领域核心素养 以理解或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 试题的设计应尽量符合真实而合理的问题情境 避免不合理或不必要的情境安排 以一般家庭使用的铝合晶梯为例 测验学生是否能将生活中的情境问题 转化成数学问题 并希望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 能利用绘图诠释问题 建立符号描述问题内涵 并能使用计算机以解决问题 同时,培养学生对数学正向的态度 并能试读、批判及反思媒体表达的资讯意涵 与议题本质 以符合核心素养 第三章节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皆已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章节 议题融入 总纲纳入19项议题 在设计教学活动时 各领域应适切融入议题 课程设计融入议题事例 科学家发现人类使用沙虫剂DDT对于海洋的危害 依照提议可得 Qt等于Q0乘以0.9的7分之t次方 海洋生物若要健康长大 则0.5乘以Q0等于Q0乘以0.9的7分之t次方 自然界很多现象皆与指对数有关 在这事例中 适切融入了海洋教育 环境教育 以及阅读素养 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需要连接指对数的概念 到实际生活的问题中 且从过程中 能让学生体验到数学的价值 培养学生能辨识问题与数学的关联 使用适当的符号去解释与预测各种现象 以数学思维做出理性反思与判断 跨领域有一般科目跟一般科目的跨域 一般科目跟专业实习科目的跨域 也有专业实习科目对专业实习科目的跨域 接下来介绍一般科目跟一般科目的跨域 我们现在所谈的跨域指的是数学和其他七大领域一般科目的跨域 数学的二次函数可与物理的自由落体运动及抛体运动的轨迹 体育篮球投篮轨迹及艺术领域绘图软体的应用 进行跨域学习 例如体育老师将学生分组 让学生互相利用手机或摄影机拍摄彼此投篮情况 汇出投篮轨迹曲线 由数学老师进行跨领域教学 让学生透过互相讨论 找出投篮轨迹所对应之抛物线方程式 物理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力的合成与分解 体育的直标枪及全民国防教育的炮弹射程 都可与数学的向量做跨域学习 接下来介绍一般科目跟专业群科的跨域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数学课程纲要 将数学定位是一种生活应用的工具 将抽象符号与专业类科连结 以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 灵活运用数学知识、技能与符号 进行经验、思考、价值与情义之表达 期许学生在学习数学时 能够运用科技与工具 有效解决日常实际问题 与专业领域内的实物问题 并能在实作中体验到数学的价值 数学建议版本 各校各群可以按照其专业学习之需求弹性选用 圆锥曲线与土木建筑群的连结 可以了解木工匠如何使用椭圆规、绘制椭圆 宫廷园翼半圆拱桥的设计 水库霸体的双曲面设计等 三角函数对于技术型高中工业类科的学生而言 是最重要的一张 几乎跟所有的群科都有关联 在电机电子群学习基本电学交流电实习时 试破器图形、项位与正余弦函数图形有关 在机械群学习机械力学 以及在设计机器手臂旋转伸缩时 与正余弦函数有关 在土木建筑群的基础工程力学 测量实习与正余弦及正切函数有关 在三角函数图形这部分的学习内容 是了解三角函数图形与周期 配合基本电学 在交流电学习内容 主要在于探讨交流电之波形、频率及周期等 且在实习时会操作试波器 产生正弦波、方波等 还涉及交流电波形的形状 正幅、频率、向位角的超前与滞后等等 都与三角函数图形 以及图形的平移与伸缩有关 以基本电学交流电最大值 与数学三角函数的图形为例 学生在学习基本电学交流电时 常需计算两个交流电加成后的最大值 且未来在新课纲实施后 大约差不多时间 学生亦会学到三角函数图形 而计算两个交流电加成后的最大值 相当于在数学上 求这两个波形叠合后求最大值 也就是峰值 此处要让学生感受到 数学是一门有用的学科 与他们所学的专业科目有所关联 以力学合力计算与数学向量 于嫌定理为例 在机械群、动力机械群、土木建筑群的力学 以及物理的学习上 都会碰到求合力大小这类的学习重点 其中 解法二是数学上惯用的做法 与解法一类似 只不过解法一未出现向量符号 而解法四是力学上惯用的做法 它是利用了数学的余弦定理 至于解法三是专业科目教师 针对学生不清楚余弦定理 而分解其中一个例 再利用学生熟悉的必识定理求解 教师应该了解 不同群科对于相同或相类似的学习内容 彼此的差异 以及对学生造成的学习干扰或学习迁移 以便在学生学习时加以提醒 让学生知道学数学是有用的 可以增进专业学科的学习成效 我们也可以把数学与商管群的经济学来做结合 将数学的直线的协率 与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加以连结 由数学协率的变化 探讨生产可能曲线PPC的协率 以理解各种协率情形下的经济意义 如图 由生产曲线的切线协率变化 来看边际转换率 理解其递增递减的特色 可以透过数学协率的递增递减 去培养学生分析边际转换率与叛读的能力 总结 由衷希望12年国教 技术型高中数学课程纲要 能让每一个孩子 有公平的数学学习授教权 与学会数学的机会 并培养每一个孩子 数学概念与技能的学习 及应用能力 能活用数学软体工具与科技 具备生活与技术之问题解决能力 接下来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